政府修订检测策略 承认快速测试阳性结果 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预计 设立电子申报平台后 确诊数字会有更大幅度的攀升 何柏良在电台节目指出 快速测试的准确度高 政府亦可更掌握患者的年龄层 有否接种疫苗等数据 协助分析和统计 有助安排治疗设施 他又建议设计流动快速测试街站 协助儿童及长者做检测 他又说世界各地的数字显示 在疫情大爆发后一两个月 确诊个案数字会回落 认为当本港有一定数量的市民感染 更想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以及天气将回暖 会有助减低病毒的活跃期 但他认为现在仍然有不少高风险的人士 未接种疫苗 情况不理想 呼吁政府要动员提升接种率 对于近日有接种疫苗的患者离世 何柏良说 相关患者本身有长期病患 强调接种疫苗 能预防重症及死亡 接种加强针更安全 另外公立医院念房接近饱和 有殯儀馆不接受新冠确诊者的遗体 何柏良指 染疫死者的遗体需要特别处理 当局以就各项的程序提出指引 相信如果能妥善处理遗体 送往殯儀馆的风险 比市民在社区活动更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